这是一双随红军长征万里 又回归起点的草鞋 它见证着一段属于那个时代的爱情 傍晚的淤都河畔挤满了宋别红军的乡亲 人群中战士卸至肩紧紧握住恋人春秀的手 这一天是离别的日子 更是二人原本定好的婚期 1928年8月 中共淤北特区委员会在淤都成立 14岁的谢志坚参加了儿童团 他的机智勇敢 让同村的姑娘黄春秀无比钦佩 当谢志坚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时 春秀也成了他相恋的对象 但是反围剿的战斗一场接着一场 让谢志坚和春秀的婚期毁了又退 这对恋人最终将婚礼定在了1934年的重阳佳节 10月16日 然而没有想到这一天正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 前来送别的春秀 专门为谢志坚亲手做了双草鞋 他不用常见的稻草或者揭杆 而用更柔韧耐磨的黄马 黄马里还细心地碾上了布条 离别之际 谢志坚从这双费尽心思的草鞋中 读懂了春秀的心 这是两人爱情的信物 谢志坚向春秀许下承诺 红军会回来的 我也一定会回来 1935年5月 红军抵达金沙江派 相似的情景 让谢志坚想起河畔的别离 他第一次穿上了这双草鞋 以此寄托对春秀的思念 从金沙江北上 大渡河拦住去了 为了生存 红军奋死一搏 战友们接连倒下 谢志坚第二次穿上了草鞋 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36年10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历史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此时 百战余生的谢志坚 将这双草鞋珍藏起来 他希望再一次穿上它时 正是自己与春秀相见的那一刻 1951年秋天的余都河畔 谢志坚终于归来 17年过去了 草鞋还珍藏如初 但做草鞋的春秀 却已不在 自从谢志坚走后 留在家乡的黄春秀 选择用另一种方式 追随恋人的脚步 也投身到革命活动中 就在1949年8月 余都解放前夕 春秀被反动和杀害 曾经的姑娘和少年 却再也没能相见 这或许是存世最短 温暖最长久的半条被子 随着清香队的破门而入 徐解秀最担心的是 终究没能躲过去 他藏在暗阁里的半条被子 被清香队搜了出来 看着半条被子被烧成了灰烬 此时 徐解秀顾忌的 不是自己的安危 他舍不得的 是这半条被子中 珍藏的温暖 1934年10月底 中央红军长征 进入湖南省永城县 当地村民对这支陌生的军队 充满了警惕 在民团清香队的蛊惑下 他们纷纷藏进山林 然而沙州村的徐解秀 却无法上山 26岁的他 要照顾强暴中的儿子 只能忐忑地躲在家里 深秋寒夜 大雨滂沱 三名女红军 站在徐解秀家的屋檐下避雨 也许是女性善良的天性 徐解秀打开了房门 这是一个贫寒到极点的 瑶族农家 没有被子 只有一块烂棉絮抵于寒冷 三名女红军 打开自己唯一的一条被子 同徐解秀母子 挤在一张窗上 在之后的几天里 三名女红军 白天为徐解秀家 劈柴挑水 照顾婴儿 而夜晚 大家同盖一条被子 徐解秀第一次觉得 这支队伍一点都不可怕 是人民的军队 这是寒夜里难得的温暖 时间转瞬即逝 中央红军又将踏上征程 离别之际 三名女红军把仅有的一条被子送给徐解秀 但她说什么也不肯要 她们三个人就供着这么一床被子 天寒地冻的 还要赶那么远的路 我怎能忍心把她收下了 双方推让不下 一名女红军用剪刀 把被子剪成了两半 大姐 这下你可别推了 这半条啊 你就收下吧 等革命胜利了 我们还会回来看你的 随身只有一条被子 还要剪下一半留给乡亲 徐解秀从没见过这样的军队 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红军转移后不久 徐解秀珍藏的半条被子 就被青香队焚烧殆尽 变冷的灰烬 没有冷却她的心 反而让期盼有了温度 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位年轻的姑娘把死牢变成了闺房 她在洁白的枕套上 秀出了理想和尊严 郭刚临的亲手 是 把她的东西拿走 1937年7月下雪 郭刚伦来到南京县平司令部看守所 取回了四妹郭刚临的遗物 她没有想到 兄妹二人会以这种方式 完成了人生告别 自己手中的内面枕套 似乎还有妹妹残留的温度 1934年1月12日 时任共情团上海渣北区委书记的郭刚临 因叛徒出卖 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安法令 被国民党政府判处八年图刑 从家境优渥的郭四小姐沦为阶下囚 让郭刚临的家人焦急万分 她的哥哥郭刚伦动用所有的关系 希望将年仅24岁的妹妹保释出来 面对郭家的恳求 预防的条件很简单 只要身为中共党员的郭刚临愿意回过 并放弃政治主张 即可获得自由 然而 郭刚临在自由和信仰之间 选择了后者 在他心中 承认有罪的自由 远不如无罪的牢笼 伦兄 请你原谅 我不能屈服在一个无罪 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 来遵从你 我知道自己了 明白自己 这是一个倔强的女孩 当放弃了贵者得来的自由 在枷锁下 他还用女孩特有的方式 来宣告着内心的信仰 据御友们回忆 郭刚临最喜欢大雁 他在枕套上绣了一只 展翅高飞的大雁 表达自己对待无限忠贞 郭刚临还在大雁的左侧 绣了起来两个字 他用一针一线 坚守着理想和尊严 将希望传递给所有御友 因为只要有希望 黑暗的牢房 也是光明的归房 1937年7月1日 已入狱三年六个月的郭刚临 耗尽了狱方所有的耐心 被关押到南京县兵司令部 看守所 在这座号称等死台的牢笼里 郭刚临饱受苦刑 但依然拒绝认罪 此时 他的家人再次劝他能够回过 以此换回活下去的机会 如果要敌人 在精神上枪毙我 我便不是你们的妹妹 1937年7月13日 国民党在对郭刚临 未曾宣判的情况下 将其秘密杀害于南京羽花台 十年 二十七岁 我是相信真理的人 死 我是从来不怕的